你好,欢迎收看5月2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私立长玉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16年来关怀弱势不间断 日前来到洁安乡农会把洁安米和食用油等物资 逐一发赠给洁安乡内有200户的弱势家庭 乡兰有所得人特别到场颁发感谢状 期盼善行一举可以持续在地方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 私立长玉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日前来到洁安乡农会 协助将洁安米和食用油物资发赠给乡内200户弱势家庭 在没有对外募款下 长玉社福慈善基金会自2008年12月起开始爱心不间断 每年两次捐赠物资给洁安乡势家庭 乡长游出贞也到场协助 谢谢远从台北来到花莲16年不停止 不中断的长玉福利慈善基金会 为我们开启满满的关怀 义住弱势 尤其选用到位精致的吉安米 每份10公斤的分量来补足生活上的需求 再一次代表吉安乡的乡亲至上满满的谢意之外 更要亲自的来抚慰所有的弱势家庭 也开启及时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的服务甚至以协助 我们相信吉安乡公所物资平台必定要善尽客进职责 做好圆满加护关怀的工作 我们再一次谢谢社会的爱心 亦住吉安乡 執行长葛云娟表示 基金会属于家族性职工艺事业费引力组织 捐证物资至今持续第16年 透过完成母亲的心愿付出行动延续传爱 亦住贞也致政感谢状 并表示吉安乡公所救助平台 将会落实各界的爱心 分送到乡内最需要的家户 给予最到位的关怀与协助 记者长邦彦吉安乡报导